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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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应该替我开心嘛 不是那个意思 但你有想过 我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吗 我当然替你开心啊 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种没有结果的问题 没有结果 讨论我们的未来是没有结果吗 怎么不想要呢 你不是晚上才要来吗 你还说咧 我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打电话给你 都不接电话 害我擔心死 你要去哪裡啊 早餐吃了再走吧 餐廳燈壞了耶 你怎麼不換掉啊 看著眼睛不好耶 還有啊 跟你說了多少次 開冷氣的時候 房門一定要關啊 不然呢 你溫度設定的再低 都會冷啊 沒事啦 煩耶你 不要鬧了啦 陽台的燈啊 當是我幫你關的 你天上都很省的嘛 表姐婚禮不是明天嗎 你怎麼早上就來了 南方明天一大早啊 就要來迎娶了 要準備的事情很多 我當然要提早來囉 對啊 明天阿倫要載你去三重吧 他不會去 又分手了 你們兩個到底怎麼搞的 分了一百多次了 這次又是為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 都怪我了 把你給寵壞了 好的對象啊 你不好好把握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又知道了 我就不能按照我自己意識去做嘛 才講你兩句 你就這個樣子 男生不被你嚇跑才怪 昨天一個晚上沒有睡好 你也不關心我 一早起來就一直念念念念念 煩不煩嗎 明天阿倫 然后还要再做一点加强 不过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好好加油 谢谢您来参加今天的业务会议 我们公司因为要减能的关系 把温度设定在了16度 所以您可以把外套脱掉 会比较舒服 知道 谢谢 谢谢 欢迎提供 好 那谢谢各位抽空 来参加这个会议 接下来我会给各位 那我现在要各位介绍的是 102年的互动式教材开发案 那我们的设计很高兴 喂 妈 小如啊 我刚从你小阿姨那边离开了 可是我好像搭错风车了耶 在什么桥中二街啊 你知道这边怎么会去返交车站吗 桥中二街离火车站很远耶 你赶快搭电车回去啦 不用了啦 干嘛花那个钱啊 我看到有人可以问了耶 小如先这样子啊 我手机不快没电咯 妈 您走过的电话更小 您走过的电话更小 小如 小如 妈 你在搞什么啦 什么搞什么 你知道我刚刚很担心吗 万里真的迷路怎么办 不会啦 找人要问就好啦 你看 我万里买了新的电灯泡耶 电器行老板说这种比较闪电 待会上楼就帮你把它换掉 可是我可以自己换啊 你就是这样啦 什么都要帮我 还要怪我找不到 只会怪我 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谢谢啦 什么啊 你怎么来的啊 伯母 刚忘了 阿伦 谢谢谢谢 哎呦都快退冰了 我要赶快上楼去 对啊 小如啊 帮妈妈买一盒鸡蛋 晚上做你最爱吃的蒸蛋 嗯 对不起 对不起我 你怎么会刚好遇到我妈 你妈下桌桌的那一站 就在我工作室附近 我刚好出来要买东西啊 就看到她了 当然就顺道把它带回来了 好 是哦 这么巧 念到完只要念念念念念念 到底烦不烦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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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